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你是看到了这里有药材 所以是来找人医治伤势的吧 聪明人 未必活得长 在京城药顶被人追杀 你到底是谁 帮包子啊 跟解药 敢跟我玩不懂 你还真是 是是绝浪 中毒都没死 真有古怪 我辛苦救你 应该不是个坏人吧 我就知道 你是在找这个吗 你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啊 你为何蒙着面 我还以为你是刺客 蒙黑面的才是刺客 蒙白面的 是天使 天使 天使是什么使 天使就是 一心就死扶伤 不求回报 还有可能被人诋毁伤害的 这是解药 不用了 这点赌 还难不倒 方小人不防君子 之前是在下无礼了 你欠我一条命 你要怎么回报我 子匕首 你留作信物 他日有难 我一定报答 不用他日了 就今日吧 你这是何意 你身上的剑毒已解 但是骨髓中的毒很奇特 既然能压制剑毒 让你没有当场毒发身亡 让我再研究你 找死 我只是你的主治医生 你这是要医疑啊 你怎么知道毒的事情 我给你仔仔细细的 做了全身检查呗 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你快记得有个硬的东西 硌到我了 这个东西可真硬 硌都疼死了 你这末后拍龙玉佩 是哪儿来的 你是玉王 东方玉 与你无关 这是玉王儿时的贴身之物 知道这是定情信物的 只有我爹和皇上 你不是玉王 难道你是皇上 叶江韵之女夜言 和陈文忠 有些不太一样 陈文忠我是什么样 生性懦弱 与人私通 撞墙寻死 我不信传闻 我只认你手上的玉佩 那只要拿着这个玉佩 就能嫁给你了 既然见到郑主了 还要追玉佩干嘛 那我们什么时候成功 叶炎 你私通逃家少爷 快给我出来 小姐和玉王早有婚约 是你无限小姐 你看 那我不嫁 你嫁 玉王一人之下 权倾朝义 就凭你这个贱女人 也配嫁给玉王 跳反了是吧 反了你了叶炎 还敢反抗 你还愣着干什么 跟我上 给我跪下 叶炎 你对我使了什么要术 领先了你们 十几个世纪的麻醉 跟你们说了 你们也不懂 叶炎 别忘了 你母亲王室还在我手上 要是我出了什么事 首先来你娘亲陪葬 我娘要有任何闪失 我让你们一家人陪葬 我娘会嫌脏 那要不把你骨灰给扬了 叶炎 你爹在战场上失踪了那么久 要不是我爹 叶家早就垮了 我爹留给我的财产 就不需要你爹来操心吗 就算全部捐给公益师爷 也跟你们没有半个同伴的关系哦 你当真大逆不道 不管你娘了吗 快把玉王信物给我交出来 否则把我逼齐了 我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道德绑架是吗 比起玉佩 当时我娘更重要 能嫁给曹家公子 也算是便宜你了 既然 我一定要嫁给曹公子 那玉王信我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但 不能白给你 算你识相 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小姐 万万不可呀 第一 把我娘放了 我要见她 你娘昏迷不醒 跟死了 也没什么区别 想要人的话 自己去抬就好了 第二 你要亲自给我送家 等我一会儿上了马车 我就把东西给你 可以 作为姐姐 我可以送你一程 送你上西天 有了玉王的信物 你就可以嫁给玉王了 那你还不给我解开 别怕呀 姐姐 我不是帮你解开了吗 还是说 你想一直跪着 快扶本小姐起来 你这个废物 赶紧把婚服穿好 乖乖等着曹家 来迎亲吧 翡翠 你去把婚服拿来 小姐 你真要嫁给曹家 那个傻子呀 听话 你就等着看好戏就好了 一直以来 都辛苦你了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 受欺负了 小姐 我感觉你跟以前 不一样了 但是我 更喜欢现在的你 去吧 是 你要嫁给别人 经过我同意了吗 要不 你来抢个婚 本王又没说要娶你 那你管我嫁给谁 你 你和我还有婚约 小姐 婚服拿来了 翡翠你等一下 先别进来 逗你呢 我不会嫁 怎么没影了 当这位婚服的面儿嫁人 把郑主给气跑了 你 去外面给我守着 是 叶妍 你怎么还没穿上嫁衣 曹家的人可都等着呢 姐姐 你脸上怎么起了这么多水泡啊 又你管 在这儿呢 你来拿吧 算你识相 行 马上 我封住了他上身穴道 等一下 你拉着他往哪儿走 他就往哪儿走 好的 姐姐 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就由我来伺候伺候你吧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准备轿子 妹妹的婚姻大事耽误不得 是 先救出母亲要紧 先救出母亲要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我娘关在哪儿 你娘是谁啊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她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夫人在哪里 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吗 你要是害我 老夫人不会放过你的 你先看看你的舌头吧 现在 你是要带我去见我娘 还是你自己去见阎王 全 全听小姐 吩咐我 走 我的未来王妃 不是一般人 大小姐 您就饶了奴婢 安静要给奴婢吧 把这一盆水喝了 独自然就解了 这么大一盆水 怎么喝得完啊 想活命就赶紧喝 一滴也不准收 原来是长期被人下了公社里了 先一直住毒锁 这个解毒器应该有效了 这样应该能行了吧 那边怎么有人啊 那 这里应该就是系统喝血了 你是谁 为什么你也会在这个随身空间 去保护我没能保护的人 去爱我没能爱的人 当你成龙 我就成了人 舅父母窦大房嫁王爷 这比港科研刺激多了 大老爷 是那 毕奴毕 毕奴毕拿着将军夫人呢 爷爷 你敢暗算我 今天 我可饶不了你 退下 你毁了与曹府的亲事 令将军府蒙羞 你还不知错吗 是他先陷害于我 我不过是让他自食其果吧 你不仅对你妹妹下手 整个将军府 都被你搞得鸡飞狗跳 别哭了 你都说了这里是将军府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爹的 是你们来了以后 才把他搞得乌烟瘴气 颜儿 你娘就这么教你目无尊长 弃牙手足吗 你没有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爹只是你的养子 你们有把我当做过亲人吗 当初你爹走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让你大伯多多照顾你们母女 现在你们母女 是要恩将仇报吗 照顾得可真好啊 我娘一直昏迷不醒 经营将军府赚的钱 有一分钱用于我母亲治病吗 娘儿 你爹不在 你娘病重 我少母今世 大伯只是替你经营而已 你这么误会我 大伯可真的是心痛啊 那等我娘醒了 我们母女就不用大伯操心了 掌印可以钱都交出来了吧 恐怕你娘是醒不过来了 到时候还不是 莲儿 莲儿 我娘已经醒了 叶家掌印该物归原主了 叶炎 你这个吃力扒外的东西 长本事了 敢从你大伯手里抢东西了 大伯一家人 当初投奔将军府的时候 可是什么都没带 这里有哪样东西是大伯家的呀 叶炎 你这是要跟家里人算账了 要不要老身这身衣服 和我的吃食都还给你们母女 给你的 那是你的 拿了不是你的 那叫做强 叶炎 我就强 怎么了 谁让我有爹 你没爹呢 我爹只是暂时失踪 将军府的女主人还在呢 还说你爹大过律法呀 你 我信 燕儿既然有心女成副业 想掌管着将军府 大伯甚至欣慰 这将军府的一切 就交由燕儿打理吧 燕儿今天真是让大伯刮目相看啊 掌印大伯有戴在身上吧 没有你大伯长家 你们母女迟早喝西北风 我娘需要休息 祖母你也请回吧 烦了烦了 这叶家 要亡了 您刚醒身子还虚 少起来多休息 燕儿 辛苦你了 跟着我这个没用的娘 让你受尽了委屈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以后我们一定不会被人欺负的 你爹都三年杳无音讯了 他还会回来吗 爹的事情比较复杂 您放心 我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的 一个姑娘家 与泉族为敌 不合伦理吧 一个王爷 总是出现在姑娘家 有为刚常吧 传闻中本王离京叛道 网顾皇家颜面 你们有听说过吗 我不信传闻 指认正主 本王这次过来 是来求药的 你给本王用的药 就连寓意也调配不出来 那是当然 我的药可领前他们 十几个世纪呢 用这个清理伤口 再用这个 涂在上面 两天一次 你都给本王准备好了 比起被某人用刀架着脖子 还不如我自己献出来 那本王 该如何感谢你呢 那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 但说无妨 在这京城之中 还没有本王做不到的事情 从今儿起 如果有人找将军府的麻烦 你要替我解决 你大可以将本王 当作将军府的靠山 为你解决麻烦 也是理所应当 为什么 叶叶 你不会忘了 你是本王 为过门的王妃吧 那 你去床上等我 姿势不对 你不是要替本王换药吗 那是另外的价钱 哎呀别乱动 如何 我之前诊断出来的毒 怎么消失了呢 毒已经解了 不必在意 不可能 那毒已经深入骨髓 哪能说解就解啊 看了一代医师 也有饭难的时候 不行 我要再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 不用了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还有钥匙要处理 你这个毒比较特殊 再让我研究研究呗 七日之后 自会再见 还害羞啊 这个叶炎 真是长本事了 难道以后 它要起到我头上不吵 你生气归生气 这东西真的经不起你这么的摔啊 这整个将军府 不都是叶炎的吗 我恨不得 把这些全都砸了 你别急呀 你一定会想办法 把一切都夺回来的 姐姐又是在为了豫王的事情生气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好好地去巴结你的郡主就好了 这可是皇上的赐婚 不单是有信物就可以的 更何况 豫王又没说非姐姐不娶 于情于理 姐姐嫁给豫王 怕是没有可能了 你凭什么教训我 谁说我没有可能了 大不了一起嫁过去就是了 一起 绝无可能 我嫁不了 谁都别想好 你姐姐就这个脾气 从小任性惯了 母亲知道你是懂事又大度的 不打紧的母亲 对了 你不是要帮郡主布置赏灯燕吗 在场的可都是皇亲国戚呀 你可得好好表现 给自己选一个好良婿啊 我只是与郡主皇子们同窗而已 可不敢痴心妄想 今日赏灯宫宴 皇恩浩荡 还记得我们将军府的孤儿寡母 我觉得去了未必是什么好事 总觉得有古怪 堂堂玉王 怎么今儿可坐起了马夫 将军府与本王早有联姻 若不与我同去 恐怕遭人口舌 玉王一表人才知书达理 乃是我炎儿的良配呀 娘 我又没说要嫁给他 本王先回马车 还有 今日宫宴怕事不太平 你要小心 夫人可从此门进入 本王需从宣赫门入宫 不都一起来的吗 一起进去啊 怎么 你要走绿色通道啊 等你与本王成了婚 自然也可以从宣赫门入宫 非皇亲国戚 不可从宣赫门入宫 入宫只入宣赫门 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们只能从侧门进入 雅琴见过玉王殿下 宫中规矩僧严 还望你们多加小心 本王先告辞了 知道了 你快走吧 是不是我来得不是时候 妹妹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呢 妹妹这么善解人意 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哥哥 大老远地来府上接我 雅琴 自打你入了皇家学院 我们好久没见了 是啊 婶婶身体康复了 雅琴也十分高兴 宫里你们不熟吧 我带你们去御花园敷宴吧 好 搞得跟你家似的 好 不这样 我们开始菜豆米吧 好 那就心而来出题吧 答对者有赏 那就由 将军府家的夜园小姐 先开始吧 干嘛让我做这个出头鸟 我是个离科生啊 弥面是人咬马翻 打一个字 嗯 是钩 你答错了 正确答案是刘 人仰刘昂 马翻在田 视为刘 什么个什么 我完全没听懂 杏婷 叶姑娘此题解作钩也是对的 人仰取人在左 马驹翻了 刘驹在右 不就是钩吗 太子英明 小女正是此意 我这个刘作为谜底 还可以掺出下马看花 人去马刘 也是刘 嗯 妙哉 无知啊 现在这个谜底才是前后贯通的正确答案 你说对不对吗 嗯 此为正解啊 等一下 我这个谜底也可以拆出个成语 钩字拆开就是人摸狗样 你竟敢骂人 张嘴 杏婷 不得对小黄婶无礼 你就是 与玉王有婚约的夜言 嗯 二人尚未成婚 现在就叫人小黄婶是不是太早了 叶言 儿时 你可是嚷着 要嫁给玉王啊 朕念将军战功卓绝才赐的婚 现在还要看 玉王的意思啊 陈弟一心政务 无心嫁娶 同言无忌 岂可当真 阿玉 做质子归来 难得相见 给朕带的酒不错 来 与朕 共饮一杯 父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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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太医 皇上 为了查明真相 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此地 本宫要细细盘查 还查什么查 就是他 与本王无关 父皇为何昏迷 本宫自会查明 现在当务之急 是救治父皇 皇上是否是中毒昏迷 你可知如何解毒 皇上确实中毒了 待臣尚不知如何解毒 娘娘恕罪 启禀柔妃娘娘 夜言 医术了得 可解百毒 不知可否让她一试 民女只是懂一点点医术 要是连太医都解不了的毒 我肯定也是不行的 皇上的性命 怎么能交给这小小的民间医女 姑姑 将军夫人昏迷一年有余 夜言诊治后 仅一天便苏醒 可见她还是有些本事的 你何不让她试试啊 妹妹 现在救皇上要紧 你若能治便是大功一见 你若不治 就是为了柔妃娘娘的意志 咱们夜家也是要遭牵连的呀 情况危急 还请小皇神出手一试 民女却有解毒之法 但是诊治之法不可外传 需要用屏风遮挡起来才可以 如此遮遮掩掩掩 怕不是心怀不鬼想要加害皇上吧 既然柔妃娘娘不放心 那就不必让此女为皇兄医治了 为皇上解毒药剂 我不会让其他人如愿的 来人 上屏风 确实是中毒 打完这针解毒剂 皇上体内毒素应该就会慢慢化解 可皇帝究竟是怎么中毒的呢 原来是自己下的毒 难道是想要栽赃家伙给豫王 这皇家才是个狼人 叶姑娘 父王的毒你能解吗 皇上宏副齐天 种的毒我正好可以解 那还等什么 赶快给皇上解毒啊 请名人取一碗水来 皇上喝完自会请来 简直胡说八道 来人啊 把他给我拖出去砍了 柔妃娘娘开恩哪 小女何罪之友啊 皇上的毒连御医都束手无策 你竟然说清水可以解毒 延误了救治简直是罪无可赦 不砍了他还留着作慎 炎儿 你若是解不了毒 就跟柔妃娘娘磕头认错 娘娘大人有大量 不会怪罪于你的 但是你可不能乱说呀 这可是欺君之罪 皇上乃九五之尊 涉及全家性 叶言绝不敢惜 若是庸依砍了便是 但是清水若真能解毒 却被给皇兄喝 那这后果 是由柔妃娘娘丹吗 毒就是你下的 你还想栽赃嫁祸 柔妃娘娘 叶姑娘说了 清水能解毒 也不会伤及龙体 现在别无他法 何不一事 来人 快去取水 我要亲自为皇上服下 若治不好皇上 我拿你们将军府尝命 皇上 皇上 慢点 皇上 叶言 皇上为何磕血了 皇兄的血已经由黑转红 这不就说明 毒已经解了 叶姑娘 果然医术高明 但这 父王到底中了什么毒 启禀太子殿下 皇上并非今日中毒 而是早在之前 便中了慢性毒药 毒素日积月累 于今日爆发 你太狐妍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刘碑娘娘 这是要杀人灭口啊 慢着 竟然有人长期给朕下毒 你们能干什么吃的 皇上饶命了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快起来 朕则会怀疑爱妃呢 皇上龙体要紧 身上的毒素 还需尽快医治 今日的赏灯宴 就散了吧 嗯 退下吧 且慢 谁也不许走 既然本王献得 酒中无毒 那为何柔妃娘娘 说今日 皇上中毒之事 与本王有关 阿玉 莫有生气 柔妃也只是 一时心急嘛 夫人之言 不必在意 谋害之事 岂可信口开河 我怎么觉得 是柔妃娘娘 早就知道 今日皇上会中毒 还是柔妃娘娘觉得 本王好欺负 可以任人指摘 你 周妃 还不愧向玉王赔罪 以后不可再对玉王不敬 是本宫唐妒了 还请玉王恕罪 既然皇兄已无事 那臣弟便告辞了 皇叔 别生气啊皇叔 爷爷何在 民女在 你为朕解毒有功 想要何赏赐啊 民女什么赏赐都不要 执请皇上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下落 夜令将军为国征战 战功赫赫 失踪三年 朕也是痛心疾首 一定会尽全力 寻找将军下落 谢皇上隆恩 你与玉王本有婚约 今日朕封你为太医院医女 民女母亲还未痊愈 还需要在家中照料 恐怕无法担此重任 朕许你有官无职 平日还是自由身 阿玉身体不好 你们成婚之后 你要替朕好好照顾玉王啊 谢主隆恩 给点甜头 是想让我做你的眼线呢 雅琴平日如此实大体的姑娘 今日怎么会这么没有分寸 她可太有分寸了 处处下套真对 叶雅琴心机竟如此深沉 要她以后再给我使绊子 那就别怪我对她不客气 是王爷送我们进宫的 这将军府的马车也没跟过来 这可怎么办 叶夫人 叶姑娘 渔王也安排马车送夫人回府 有劳王爷费心了 算他还有点良心 叶姑娘请留屋 请一步渔王马车 渔王有事相伤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去 颜儿 叶姑娘 王爷从宫中出来 就一直在等着你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没办法交差啊 你能不能交代 关我什么事啊 完不成任务 我可是要挨板子的 叶姑娘就可怜可怜我吗 我今天差点被砍头 还被人陷害 谁来可怜可怜我 颜儿 娘先回府了 一会儿啊 你随御王马车回来吧 娘 恭送夫人 让他快点说 我赶时间 快上车 我需要你 这手 控制不住想要抓 好气啊 撩完就跑 还无心下去 不是精神分裂 就是大渣男 你看什么呢 你看什么呢 看某人这么帅 可惜没有信 皇上酒中 是否有毒 想知道啊 求我呀 不说这个我还不来起 你知道皇上今天 是自己给自己下毒 就为了再当嫁祸给你 要不是我临时动了手脚 你就被嫁祸了 这么说 我赢得好好 谢你才是 可不敢当啊 王爷 叶姑娘 王爷怎么了 王爷的那杯酒里也有毒 别声张 我还挺得住 上次那个奇怪的毒 又出现了 而且还压制了毒酒 叶姑娘 是一同去豫王府吗 叶姑娘 先送我回家 看来之前 是我小看了豫王体内的毒 清风 你们家王爷身上的毒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王爷 只是自小体弱罢了 我早就知道了 不要瞒我 还是说 你不想给你们王爷解毒 叶姑娘 你真的能帮我们王爷解毒吗 我知道的越多 越有治疗的把握 我们王爷 种的是福谷之毒 每个月会毒发五日 平时隐匿谷中 与常人无异 这个药 一日一次 虽然不能去除 他身上的毒素 但至少能减轻他的症状 清风谢过叶姑娘 我走了 有事找我 叶姑娘请慢走 我 这就走了 我还没躺够呢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呀 这几日一直见 你都是愁眉苦脸的呀 虽说我把掌印交出去了 但我手里还留了几件铺子 你怕什么呀 反正叶言那丫头也不知道 怕就怕 她不是不知道 是故意留给我的 老爷 最近这几家铺子不都接到大单子了吗 只要能赚钱怕她做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虽说我已经收了定金 可我现在没有掌印 调动不了物资 没法按期供设货呀 老爷 若是不能按期交货 可是要十倍赔偿的呀 这可怎么办呀老爷 哎 哎 哎 你听我说 我们库房之中 还有一些 即将要上宫的贡品 如果先把货交出去 月底之前 再补上 应该还来得及 哎 老爷 月底就是王室的生辰 何不借此 来请豫王拜寿 那就安排成好戏 把星儿和豫王的事 给定下来 有道理 你 亲夫 水 王爷 自从你吃了叶姑娘的解药之后 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吃过药了 可叶姑娘说过 她的药只能缓解 不能解毒 你还是把药吃了吧 不 把她给我扔掉 烧掉 我不能再被她控制了 万万不可啊王爷 善毒堂说 你若是一个月不吃解药的话 就会毒发身亡了 只要我一日离不开这解药 就一日摆脱不了他们的魔爪 不是说 你毁了青蓝国 他们就会还您自由吗 还我自由 他们的野心甚大 所图谋的 可不仅仅这一个青蓝国 难得这毒 真的无药可解吗 王爷 王爷 怎么办 叶妍 叶妍 王爷 叶姑娘 起来说话 你们王爷这是又中毒了 我和王爷 还是哪里受伤了 我 不是我说啊 你们王爷这个三天两头生病 嫁给他我迟早变寡妇 叶姑娘 救救我们家王爷吧 王爷毒发性命蠢危 快顶不住了 快走 他这样多久了 已经有两个时辰了 怎么不早点叫我来 王爷一直在吃您给的药 不让我们生争 你出去 叶姑娘让我留下来 叫过王爷吧 出去出去出去 我诊治的时候不能有外人在 你在外面等我 你别想跳 你快走 小心 你快走 我来了 你快走 你给了什么 还有人 你快走 就走了 你来了 你来了 我在 我来了 你先安心地睡觉 剩下的交给我吧 这个毒素 是会随周期变化的 平时隐藏在毒碎里 发作的时候 会扩散到全身 必须先控制着毒素的扩散 去毒的方法 还有对方办法 叶姑娘 叶姑娘 王爷怎么样了 王妃 王妃 我能进去了吗 王妃 王妃 你最近身体如何啊 若是不变 以后也不必上朝了 在家多休息 上朝乃是臣子的本分 理应做到 你啊 从小就是个倔脾气 你岳言的婚事 你考虑得如何了 还行皇兄三思 臣弟还没有成亲的打算 叶姑娘是将门之女 且精通一术 可谓是才貌双全 有何不妥啊 皇兄有所不知 传闻叶言 不敬尊卑欺压姐妹 像这样的女子 怎可嫁入我们皇室 朕呢 已经调查过了 那些只是传门而已 更何况你二人婚约 也是朕亲自许下的 你总不能叫朕 言而无信吧 臣弟绝不会许叶言 还望皇兄收回成命 阿玉 你这是做什么 你身子骨弱 快快起来 看来你二人的婚事 要提前举行了 好给你冲冲洗 快 把余望扶起来吧 皇兄若不收回成命 臣弟便成贵不起 大胆 传我圣旨 将那叶言的名字 加入皇家御蝶 择日成婚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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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会亲自来将军府 到底怎么回去了 我也不会闹啊 我过去看看吧 他到了 翡翠 小姐有何吩咐 是谁在外面喧闹 给我赶出将军府 是 你 是 都快一个时辰了 你们王爷怎么还能出来啊 正常平时都这样 平时 这时候千万不能去打扰他们 我要喝水 你怎么来了 我让翡翠在外面候着 我近日过来 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 我从皇上那边 给你要的一份赏赐 你那个抠门兄弟 能给我什么赏赐 我已经让皇上 正式册封你为御王妃 作为你一直以来 为本王治病的奖赏 在你眼中 婚姻是一场交易吗 以赏赐的名义来 回报我对你的好 炎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觉得 我之前做的一切 是为了御王妃之位的话 那你看错人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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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 出去 我要换衣服 炎儿 出去 炎儿 王爷 怎么这么快啊 平时 大胆 本王平时给你的赏赐还少吗 你就是这样回报本王的 属下知错 请王爷恕罪 小姐 清风犯什么大错了 他们家王爷拿他撒气呢 婉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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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着点婉姻 娘 你快点 不然我就见不到御王了 是你非要重新梳妆打扮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你 行了行了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叶家的将来考虑呢 你呀 让御王喝茶等着吧 是 郁王呢 你把郁王藏哪儿去了 翡翠 外面卖的胭脂水粉要少用 容易牵中毒 小姐 奴婢知道了 最近都在用小姐给我的面膜 叶言 你是聋了吗 我问你郁王在哪儿 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 牵中毒会有什么症状吗 记得 多动 易怒 抱着 住手 不知郁王大驾光临 叶家有失远迎了 祖母 你看叶言 就是他把郁王藏起来了 兔子 你还想不想请郁王了 郁王 不会连老身这把老骨头的面子都不给吧 郁王 知道你来了将军府 一堆人可排着队想见你呢 叶言妹妹已经是郁王妃了 连她的家人您都不见见吗 本王不见生人 清风 清长 郁王岂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 是老神唐突了 这不 正月十六是王室的生辰 届时请郁王来府上一聚啊 你这古怪的医术是从哪儿学来的 这是我父亲当年征战西域 从明溪王朝学来的秘法 你要替我保命哦 不然我就不抑制你了 让你毒发身亡 本王以前是不怕死的 不过后来心里有了计刮的人 就不想死了 你这小脸儿 说这话都不会脸红的吗 怎么这么烫 叫清风拿个火盆进来吧 给我看你手 我好冷 清风 快去奔一桶冰水 越冰越好 是 丁姑娘 这些冰够吗 差不多够了 冰水可以抑制郁王体内的毒素 像四肢扩散 叶姑娘 怎么不继续了 这针 可以将豫王身上的毒素 从穴位吸出 但是 水中的部分穴位 我在捅外无法试针 叶姑娘 不然让杯纸进去吧 你告诉我位置 我来操作 没那么简单 这个针 必须及时更换 而且必须全呈在冰水当中 我也有点 请不吝点赞 清风 先擦开 清风 你真把我当攻击人了 没遍人发现吧 没有叶将军的将军府守卫 形同虚蛇 我要你帮我杀个人 堂堂皇家学院学子 别人眼中的才女叶雅琴 居然张口就要杀人 你知道我的身份 不必在此阴阳怪气 是叶炎吧 为何在公宴之上 你不惜搭上叶家性命 也要陷害叶炎于不义 难道主上就不担心 叶炎把玉王身上的毒治好吗 控制你和玉王的毒 是无药可解的 但是你们给王室下的昏迷之毒 已经被叶炎轻松解开了 那此女必须死 不能坏了我们的大事 所以要尽快动手 叶炎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样 我怕她迟早查到父亲的事 叶炎一死 你姐姐就有机会成为玉王妃 真是一举两得 我每个月与玉王一样 承受着钻心尸骨之痛 除了我 没有人配站在她身边 玉王今天还能不能来 装什么五次子笑 今日若不是若文的生辰 我们一家几口 还难得齐聚一堂啊 搞得跟你生儿似的 他们若是能洗心革面 我们也就以和为贵吧 老夫人 玉王殿下来了 快快请玉王进来 玉王殿下 玉王殿下 这是本王准备的寿礼 玉王真是有心了 都要成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气 玉王里边请 她怎么来了 王爷请 这千人为母亲祝寿时假 想见玉王才是真的 玉王今日大驾光临 不胜荣幸 民妇斗胆 敬玉王一杯薄酒 夫人不必去礼 本王已向皇生奏请 封夫人为二品告命夫人 诏书将不日送到将军府上 谢陛下 谢玉王殿下 娘 太好了 这下 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多大一桩喜事啊 都愣着干嘛 本心 给王爷倒酒 王爷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晚心不小心 王爷 王爷 身体可有不适 晚心 快把王爷 扶回客房休息 炎儿还在这儿呢 轮不到别人照顾 炎儿 去扶玉王 到冬院休息 是 母亲 清风 王爷说过 若有生人触碰 会怎么样 那王爷会让我剁了他的手 我平日里念你们是我夫君的亲族 对你们一直百般容忍 你们却得寸进尺 不知悔改 从今日起 将军府分东西两院 不再往来 不再往来 你们好自为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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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又是哪儿不舒服啊 艾妃 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就知道你是装的 本王确实中毒了 艾妃 快来给本王解毒吧 什么毒 还能毒得到你剧毒之身的御王啊 和欢散 你别来啊 这药效确实刚猛 少来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种毒素 在你体内如泥牛入海 一会儿就消散的 堂堂御王没个正型 谁说我没个正型 这次过来 我也给你带了礼物 大风筝吧 不行 又晕了 艾妃 跟本王休息一会儿 既然 你想休息 我去给你点个按摄浆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你在身边 我就睡得特别踏实 岳王是不是在里面 小姐说了 谁都不许进去 尤其是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拦着我 看来勾引不成 改直接名抢了 岳王是谁的 还不一定呢 你凭什么霸着岳王 凭我们家小姐才是岳王妃 还没有正式成婚前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怕来你们是不知道 我的名字已经写入 有皇家御蝶了 我这就撕了你的脸 看欲望 还会不会要你这个丑八怪 岳岳 这是什么 好痒啊 这个歹毒的女人 别挠 越挠越痒 上次也是应该我吓得多 快去洗洗脸吧 不然到时候伤口溃了 会变成癞蛤蟆 叶岳你 快点快点 万新 你怎么了 是叶岳 走 叶岳 你让开 大夫要给御王看病 不必了 王爷还需要休息 我们叶家是缺了客房吗 这还没过门呢 就在你房间休息 这也太有势力数了吧 王爷在休息 不得喧慌 王爷身体有药 耽误了治病 你们担定得起吗 是谁 胆敢给本王下毒 小的不敢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伙同起来 给本王下春药 清风 一家一家谋害本王 全部仗毙 是 玉王饶命了 爹爹他们只是一时 迷了心智 叶家和玉王府 本就是一家 请玉王高抬跪手 妹妹 我们都是叶家人 你要看着你父亲的兄长 死在你面前吗 罪不至死 就给他们个教训吧 清风 把他们拉下去 一人三十大板 是 饶命啊 王爷饶命啊 老朽这身子 打精得起这三十大板呢 走 别让你们三十二砲 饶命啊 来人 背马车 这里 甚是过躁 跟本王回府 这次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帮我母亲讨来了刺风 还帮我珍涉了大房 你不是说 不喜欢别人给你的赏赐吗 你这人可真记住 小心 本王心眼是很小 小的 只能装下你一个人 那你说话可要算话 不然的话 这是何物 死烟花为何能在空中停留这么久 这是信号弹 是求救时包围只用的 那这是爱妃给我的信号 是啊 这是我给你爱的信号 本王定为护你一世周全 王爷 该喝药了 本王不正在喝着呢吗 秦风 退下 我先走了 药接的趁热喝 帮我准备辆马车 秦风 快叫人送叶姑娘回府 是 怎么回事 马车怎么突然停了 奇怪 竟然死了 有埋伏 有人花了高价 买你叶炎一条命 杀手工资高不高 我叶雅琴给你两倍 你不要伤害我 叶炎你果然狡猾 少说废话 受死罢 让我的眼睛 叶炎我要杀了你 好好看 雕虫小鸡 那这个如何 你已经中了我的麻醉针 麻了吧 越动越麻 难怪他把你视作眼中钉 你确实有些本事 我有本事能让你生不如死 想活命的话 就告诉你 是谁指使你来杀我 你可跟一个死人废话吗 有护甲 与其追着你跑 不如让你自贿罗我 我用一百种方法可以堵死你 小心 怎么样 我想帮你置信 女王 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 清风 回来 你知不知道 今晚想杀你的人是谁 还能有谁 肯定是叶家的那些人 叶家的人 可叶家的人 怎么能使唤的东善读堂呢 你是说 叶家有个人 跟给你下毒的组织有关 你要多加小心 我一定会替你查出幕后主使 我也一定会帮你解毒 不会让你再被人控制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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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不大男人磨磨叽叽的 你不困了 先睡了 我在床上等你 科夫往里面一些 你押到我头发了 我 你押到我头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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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押到你去 那我手押到你 我押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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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押到我押到你 这个电灯泡 能不能把他给我开除了 完了完了 那王妃生气比王爷还可怕 没事儿 她挡着呢 挡着 小姐 小姐 抱好了 小姐 慢慢说 发生了什么事儿 夫人突然疯了 被大房给关起来了 什么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确实昨晚你穿信回来说不回府了之后 原来刺查我的事儿还有后照 不行 我得马上回去 本王陪你一起去 你身上还有伤 在家休息吧 可本王说过 一定要护你一时周全 能不能借我一队人马 今天我必须要跟他们做个了结 清风 你亲自带队前去 一定要保护王妃和夫人的安全 是 清风 清风 找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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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儿来了 娘 娘 别碰我 别碰我 别碰我了 娘 娘 娘 我来了 没事了啊 娘 别碰我 娘 小姐 小心 没事了 没事了 娘 翠翠 把夫人带回房间 你小心抓来 是 小姐 放心 看来将军服役以后 只能有一个院子 妻院的人都够出来 你们到底对我娘做了什么 你母亲王室突发失心疯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将她绑了起来 胡说 我昨日走时娘还好好的 今日你就跟我说她发了疯 她一整晚都乱喊乱叫 甚是吓人 还伤了照顾她的雅晴 就是 她不如当初卧病在床 也比这发了疯又强啊 秦峰 张嘴 是 你 叶言 你正是欺人 我是将军府嫡女 皇上遇赐的太医院医女 我娘是二品告命妇女 今日 我就让你们领教一下 什么是 仗是欺人 你别以为有欲望跟你撞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不说我还忘了 我是未来的豫王妃 青兰国皇亲国妻受辱 你觉得皇上会不管我这个弟妹吗 这 这点小事就不必惊动皇上了 颜儿啊 你先消消气 说病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呢 祖母 快这么醉 我娘为什么会发疯 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伤痕 今日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清风 将西院所有下人给我抓来 属下明白 之前孔我娘的人有哪些 给我站出来 叶言 这都是我身边的丫鬟婆子 难道你是要全赖在老身头上补偿 王爷有令 王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塌下来又欲望府担着 来 既然没人敢开口 清风 给他们润润喉 是 你 走 快点 快点 走 想活命可以 说出是谁指使你们暗害的夫人 哪有什么谁指使 你这是要几打成招物啊 喝不了了 喝饱了这点你说 是谁帮的夫人 不是 我说 走 喝酒 微病小姐 是二小姐让我绑的 她是什么话 你这小贱骑子 还敢污蔑主子 说不得 只要你们说出是谁指使你们毒害的夫人 你们都可以拿到十两银子 并且拿着卖身器离开将军府 我说说 微病小姐 夫人昨晚还好好的 是见了大老爷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大伯这是要杀人灭口吗 对将军夫人大铺剑 死有余辜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将军府 在京城还怎么立足啊 名声受损是小事 挪用贡品 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吧 你子 你给我跪下 燕儿 大伯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你大伯 毕竟还是将军府的人 这事要是传出去啊 将军府就亡了 大伯在将军府也待得够久 给你们三天时间 收拾好回老家去吧 叶炎 我就不信 你敢只争我爹 将军府出了事 你也一样犯了欺君之罪 燕儿 你看这样行吗 我们各退一步 把这件事情瞒过去 以后我们东西两院 各自相安无事 行吗 我以为你只是头脑简单 没想到你是真的蠢 你可别忘了 那些商铺 早已不是将军府的产业 是你私自转到自己手下的 你非要赶尽杀绝吗 四家人 一点情面都没有吗 等你们一走 我就会把贡品补上 否则的话 自此将军府 再无心愿 是啊 挺开心的 这段日子是辛苦你了 如今家贼已除 我们魔女终于能够安生日子了 娘 你放心 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小姐 小姐 玉王 玉王殿下来了 别急 慢点说 玉王来了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以前经常不打招呼 就出现在我房间的 还有此事啊 娘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玉王殿下 乃爹青来了 还不赶紧去迎接我的女婿 父亲 您快点想想办法吧 我可不想再回乡下老家那种破地方 说得是呢 燕燕这次也太过分了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呢 你在这儿说什么风凉话呢 你是皇家学院的学子 自然可以留在京城 闭狠 万欣 你少说两句 现在都生什么模样了 还有心思斗嘴 雅琴 你要与郡主和几位皇子搞好关系 我们叶家的未来就靠你了 知道吗 哦 对了 经常回府探望一下祖母 明白吗 是 父亲 雅琴定会照顾好祖母 照顾什么 亲儿子要走她都不出现 现在 是要投靠他们母女了吗 愚蠢 燕燕和玉王急将成婚 母亲只要一日在府上 我们就有机会回府 难道真的要让这个女人嫁给玉王吗 我不甘心 成婚 小坏我的大事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成不了婚 娘 你肯定喜欢 婚服样式可是我精挑细选的 都听颜儿的 参见玉王殿下有失远迎 无须多礼 今日本王前来 是来参见未来岳母大人的 应该是本王行李才是 那么客气干嘛 我看人多累 走 娘 你先坐下吧 来 小女性格憨直 就在下个月初八 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幽默大人 喝茶 你们 真是 绝了 卖相比之前稳定多了 看来这药效果不错 你以后那几天应该不会那么痛了 痛也不怕 不是还有你吗 那 我们以后会一辈子在一起吗 一辈子太长 本王不敢许诺 不过 只要本王活着一天 就会婚你一天 干嘛那么消极吗 跟我在一起 你肯定长迷百岁 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医生 就老婆 好好好 是本王说错了 以后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 好吗 不行 你要补偿我 那本王 该如何补偿你呢 陪我睡婚纱 婚纱 我好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穿上 我看看搭不搭 我 这 好像不合规矩吧 什么规矩不规矩 我就是规矩 快 还是我自己来吧 害羞什么 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小姐 不好了 老夫人突然暴毙了 什么 什么 家众长辈过世 须扶桑一年不可嫁娶 他们说老夫人在尸身上 发现了你的银针呢 杀人栽赃 手段可真够硬度的 走 我们夫妻同心 当凭所有鬼鱼伎俩 感谢收看 欢迎点赞和关注哟